一个重点再回顾一下 基本上呢我们主要是也是利用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那个数学函数 包含就是像SumPoder跟Sumif 然后Sumif里面的话有资源所谓的万用资源 所以万用资源就是像信号啦问号啦这种 那可以比如说你在那个条件criteria里面 你可以打算什么产线一产线二 OK那你可以用一个信号代替说 产线后面不管他是一二三四 那都算是我要找的条件 OK那这个万用资源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变成你要一直加 比如你可能要做一次产线一产线二再加一次 那当然很浪费时间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可以用万用资源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把那个什么前后三名 那前三名跟后三名 那这个地方可能会需要找到什么第三名的 只要大于等于第三名 小于等于倒数第三名的 那就是前后三名工资的总和 所以上个礼拜主要应用这些 这个这个几个三比辅函数 另外呢我们也顺便转换成VBA 那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说怎么样累加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某一个词累加进来 累加OK所以前面有没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也许增加一个sum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sum变数主要目的主要的用途就是 可以先把找到的 所以回圈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呢我要一个一个逻辑比对 如果它的条件 假如说是什么条件发生了 就帮我把它累加起来 某一个数字就加起来 那这个累加 基本在工作上里面也用了蛮多 当然如果你的那个问题 假如说用那个sum if可以做之外 你可以也是用VBA试做看看 OK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还有几个题目的话 我们也顺便再来看一下 所以上个礼拜的那个范例题 数学函数部分 那今天的话 请各位也许呢 再帮我开启那个数学函数 在这边这个类习题 那里面当然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叫Count那一般的话呢 Count基本上呢值得就是我要算起几个 起笔资料不是加总是几个有几个 我要把比如说某个范围里面的某一些条件发生的话 那如果我要把某一些值给算几个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开启那个数学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切到Count这个工作表里面 那比如说好像这个工作表里面 如果我希望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基本上VBA里面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范围的话Range 那当然以后你可以想想看以后 VBA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 但如果说我今天还先不要用VBA 用函数 如果我希望透过Excel里面的函数 也没有哪个函数可以帮我算一下 算什么呢几个问题 比如说我总共会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的 帮我抓一下里面有数字的 那当然数字里面当然不包含这个数字 或True Force或空白这些都要扣掉 那当然不是叫你要从头把它算到尾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内建的函数 比如说像里面有个叫Count函数 你可以用Count Count就是Count这个范围 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我希望不只是数字 而且是如果有资料的帮我算一下 OK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果空白的 帮我抓一下Count函 那第四个问题是说如果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 而且是大于30的有几个 诸如此类的像刚刚提到的这四个问题是数字的 是有资料的没资料的还有大于30的 那其实你都可以利用插入函数 找到有一个 类别里面的话它把它放在统计类 统计里面的话其实Count Count开头的你可以找到其实刚刚那三个问题 刚好可以借由这边统计类的Count开头的这四个 Count底下有说计算范围中包含数字 所以特别说它这个Count这个函数它特别强调说 这边是要找什么找数字的图存格数目 所以你必须要给它一个范围 它会告诉你这个范围里面到底数字有几个 那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函数Counta加一个a 那就是计算非空白 非空白的话意思说里面要有资料的话 那就是用这个 那Counta跟Count最大的差别 Count它是算数字 Counta是不管是不是数字 反正是只要有资料的帮你加 那Countblank就是空白 算那个空白的 所以你给它一个范围 就可以知道有几个空白 那最后是Countif Countif跟Sumif上礼拜那个还蛮像 Sumif是 Sum 后面加一个if是条件 那Countif是 有一个条件 所以它基本上也会有一个criteria OK 也支援外用支援 所以其实你可以如何 那另外的话 Sumif有个Sumif S 那它也有个Sumif S S就是多个条件 不止一个条件 一个以上的条件 那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第一个 范围里面是数字的有几个 那你可以用Count 那第一个 那我们可以给Value 1 Value 1指的是第一个范围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好几个范围 你当然有Value 2 有没有Value 3 它可以一直很多个 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的 它Regent回来 告诉你说53个 所以按确定 这个地方用Count 可以算出 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的有53个 那第二个我想知道这个范围里面有资料的 是有资料 不是空白的 有几个 那当然你就可以用Count A Count Blank 所以这边的话53个 然后第二个Count 一样 我们就是统计类 统计里面的Count Count 这边有Count A 所以Count A的话算有资料的 刷一下 59个 所以如果想知道说 这个资料里面 有几个是 就是说 是资料 但不是 不是数字的话 你就把它Count A 减掉Count 的结果 那就算出来 刚好就不是数字的 有没有OK 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函数 你也可以自己两个 带一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要算出什么 算出是空白的 因为以往我们要去算 那个空白 一个某个范围里面有几个空白的话 那你可以用Count 7个 他会算一下 里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七个OK 那他不是像你要人工算 最后这个范围是 是什么呢 是那个数字 而且大于OK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Count if Count if的话 第一个 不过Count if你会发现他Range 他问你范围 跟他讲 这个范围里面 Criteria 有没有 所以其实Criteria 跟那个Sumir还蛮像的 不过跟Sumir最大的不一样 是说 Sumir最后还会有一个 就是你如果那个条件为处 要加总 在哪一个范围 是不一样的OK 那就直接把 反正4 就帮你加1 有点一样 帮你加1 帮你算就对了 那Criteria 就大于30 这个范围里面 4数字 而且大于30的 那其实就是大于30 里面有7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透过1 2 Counts 是算数字有几个 是只有资料 没资料 跟大于30 OK 那其实这四个函数非常好用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会用这四个函数 基本上很多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尤其是用哪一个呢 像Counts 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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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会用 而且用对方法的话 其实蛮多地方 很多的问题很快就会有答案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什么呢 待会请各位做完这个数学函数 底下有个Counts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用什么呢 黑名单筛选 假设我举个例子 像这个黑名单筛选的这个翻例题 是前几期某一位同学问的问题 OK 请用编辑一下 他问的问题 其实蛮简单 他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要怎么样 在黑名单里面 这个黑名单总共这么多了 黑名单 Counts Counts 刚才有22223个 但不止 可能还更多 那他要怎么样呢 他的逻辑很简单 前面有个查询名单 意思就是我想知道 这个是不是黑名单 如果是的话呢 帮我call到哪里 call到查询结果的A1 那如果 有没有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如果下一个 下一个是的话呢 那就再call过来 不是就不要call过来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这个是黑名单 那他要怎么样 他要比对 这个跟什么呢 跟这边里面比对 那意思啦 其实这一题主要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就是呢 如果你有 就是工作里面的两个范围 两个范围资料要比对 比对出什么 比对有差异的 你就会用同样的方法 有没有 这边里面有没有黑名单 有的话呢 帮我把它全部call到这边来 那用什么方法来做最简单呢 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可以用conive conive这一题的话 你会用的话 很快 你的这个答案就马上出来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换给各位 想想看 如果会用的话 其实像刚刚那个 不同范围 就是一个以上的范围 比如说你这个A范围 跟B范围 可能是有日期上的差异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两个范围 你想要抓住什么 这两个范围里面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那其实我建议各位 你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是用conive conive可以帮你算出什么 有没有不一样的 他会帮你比对 只是说你要怎么用 会比较简单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